大家好,春天多吃这蒸菜,我家天天都吃不够,每次做一盆,出锅端上桌,睡眠秒光,清淡未美,好吃不上火。 做法简单,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把面条菜,黄叶子和烂叶子去掉,再用清水清洗干净,表面的水片晾干。 这种野菜,我们这边还有个名字叫做蛋面条,不知道你们那边叫这种野菜什么名字呢? 直接往里面倒入适量的小抹香油,锁住面条菜里面的营养成分,用筷子把它炒拌均匀,把每一个上面都裹上一层食用油,形成一层油膜。 蛋黄上面淋入一个鸡蛋液,这样吃起来更加的营养劲道,炒拌均匀。 炒拌均匀以后,往上面撒入一勺玉米淀粉,放入淀粉,这样做出了美食,吃着鲜香内滑。 然后再分少量多次的放入普通面粉,边撒面粉,边用筷子炒拌均匀。 最后把它调成,上面像挂了一层雪白的霜一样,像这样就可以了,非常的松散。 接下来锅中加水烧开,把我们拌好的蒸菜放进来。 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,我们无论蒸什么菜,都要把锅中的水烧开再放进来。 这样蒸出来的菜颜色非常的翠绿,不沾不妥。 放进来之后,上面盖上盖子,上汽即时,改为小火蒸5分钟。 接下来的时间,去小菜园里,摘了一把新鲜的蒜苔。 改刀把它切成一指宽的对。 再切一个小米椒,把它切成圈。 切好之后,放在一个漂亮的小碗里面。 再来调味,放入一勺盐,鸡精,生抽,蚝油,少许的花椒醋里口,香油。 适量的辣椒油,搅拌均匀。 美味鸡精。 这时候蒸菜也蒸好了,我们打开看一下。 哇,颜色翠绿翠绿的。 用筷子先把它调散。 大家看一下,不沾不妥,非常的松散。 真的是根根分明。 取出来,倒在一个干净的盆中。 放在这里晾凉。 这时候蒸菜不是很热了。 把我们调好的蒜苔汁倒进来。 再次把它炒拌均匀。 哇,太香了。 每次蒸这一盆,端上桌,瞬间秒光。 比大鱼大肉还受欢迎。 清淡味美,少油又健康。 盛入盘中,美味继承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做法简单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得不错,请动用你发带的手,帮我点赞,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